大家好 我是长睁眼的瑞伯阿雷 先跟大家卫生教育一下 就是长睁眼绝对不是因为A片看太多而长睁眼 我承认我有看 可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长睁眼的 而且他也不会因为透过画面的对看而禅然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指眼睛指示我的眼睛 如果你有长过睁眼的话 请你在留言底下让我知道你有长过睁眼 所以我会好过一点 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长睁眼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到底多少人是有长过睁眼有这个经验的 因为很久没有做行销内容的教学 所以一定要刚才做一下 要不然大家都觉得我只是一个喜欢在公司里面走来走去 然后跟同事聊天拍拍影片的这种人 但其实我还是有真正认真在做行销的OK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网红行销 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想要跟网红去做合作 就是人过得好好的 没事去找别人合作干嘛 因为要拜托人家 其实是蛮辛苦的嘛 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一开始大家想要免费的曝光啊 就是如果今天我一个东西要卖 我就会找朋友帮我介绍 对不对 谁是谁 你去告诉我的朋友 就是你的朋友 这个东西有多好用 这最直接的嘛 就是core相传 而且又是可能是免费的曝光 所以这个东西就慢慢的延伸到网路上面来 可能从最早的部落格的曝光 对不对 可能无名小赞 曝露的年龄 好到现在可能 不管是Facebook IG 还是其他平台上面 都有网红或业配文这个东西嘛 所以当然就是为了能够把东西卖出去 而且随着广告的费用越来越高 大家就会想尽办法不要付广告费 所以最近SEO变得很热门了 关键是广告忽然又热门了起来 即便是时尚最古老的行销伎俩 所以网红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能够用更好的方式打败广告的话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降低广告支出 然后就能够持续卖出东西 所以跟网红合作当然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个增加营收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会想到第一层的理由 而可能也是老板唯一 唯一会想到的 就是我跟网红营收 那我可不可以给他100块 然后收到1000块 不行了 那你干嘛跟网红合作 但是其实不是要看得那么浅 因为除了营收之外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 它可以增加品牌的清净度 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好好的走在路上 你看到一家从来没有听过 从来没有看过的餐厅 你会轻易的就走进去吃吗 我相信你不会 可是如果是一个朋友推荐过的餐厅 你忽然走到一个地方 然后后来看到 那不是小红搜购的餐厅吗 那就试试看吧 对不对 所以一个新的品牌 或者一个新的商品 当别人有介绍过 你有看过的时候 当下你不一定会马上购买 可是增加你的清净度 所以在未来 在做购物选择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直接选择那样的品牌 第三个就是内容的创造 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 尤其像我们在做海外的品牌的行销 如果今天我要拍一个很简单 就是金髮的美女 然后带着太阳眼镜 在沙滩上面的平台素材的话 我要怎么做 我可能就要找一个摄影师 然后就是坐飞机去 然后我可能要跟去 不是为了看美女 是为了工作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素材给拍完 可是呢 如果找网红行销的话 有多简单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金髮美女 然后把手机拿出来 拍完就结束了 所以原本你要花30小时几千美金 才能搞定的事情 透过网红你可能在几百美金以内 然后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了 所以拥有好的品牌素材 透过网红也是特别容易可以达成的 快速总结 透过网红行销有三个目的 可以让你达成 第一个增加的营收 第二个提升你的品牌清净度 第三个获得好的品牌素材 好那我们就往下一个环节 继续往前移动 那我该怎么开始跟网红合作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是你要了解你的品牌 你的产品这些消费者 他都在把时间跟注意力 花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你 但是我大部分时间 只要不是在电脑前面 我就在滑手机 我就要看手机里面 有什么新的内容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消费者也是 手机的爱好使用族群的话 那不用想那么多 你的消费族群在手机上 你的网红就应该在手机上 因为他们这样才能够互相影响 那再来第二问题就是在于说 手机上面有这么多的社交媒体平台 有这么多的网红 他们都在使用不同的平台 我该怎么选择 OK 所以还是一样 你要回归到你的消费族群上面 现在在美国 我认为最好的平台呢 是Instagram 那为什么是Instagram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脸书虽然是用最多的使用者 不过他的成长已经停了 OK 所以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 在美国的脸书的使用者成长 并没有增加 可是 IG的人数成长 还是持续的在爆发的成长过程 那也就代表说 在快速成长的平台上面呢 通常他的流量是严重的被低估的 应该说流量的价值是被低估的 所以在这快速成长过程当中 有很多网红受到了关注 可是他们还没有搞清楚自己该收多少钱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产生了流量红利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找人合作呢 你就可以用更低的价钱 获得更高的效果 再来 IG也在不断的推出很多新的功能 比如说他有Stories Stories 变得可以有连结了 这个变得非常的关键 以前你没有办法 人从IG上面轻易的带走 但现在只要透过Story 你就可以轻易把他们带到你的网站去 进而的完成消费 那你可能说 哎哟 IG是什么东西啊 我没有听过 我很老都没有在用 好 如果你是一个很老都没有在用IG的人的话 我建议你开始要实用了 好 除非你是80岁以上 那OK 我原谅你 你可以不要用 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一次调查里面 从30岁到49岁 他们抽了一堆人样本去问说 那你有没有在用IG 那你猜百分之多少的人说他们有 百分之49的人 另外 30岁到49岁的样本群里面 百分之49%的人 有在用IG 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 你认为的 就是年轻人在用的平台了 平牌 平台了 不准重录 所以呢 在台湾他可能稍微再年轻一点 可是所有平台都有个特性 就是叫做 Age Up 就是这个平台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都是年轻人在玩的东西 可是随着时间的演进 他就会慢慢的老年人都在玩 你看像Facebook有多老 我妈那么老 她都在玩了 妈如果你再看这个影片的话 不要再玩Facebook了 OK 所以快速总结一下 就是 该选择哪个平台 用什么方向开始合作呢 先搞清楚你的消费主群在哪里 如果在美国的话 我个人认为现在IG是一个好的平台 你可以赶快去看 在台湾呢 虽然抖音非常热门 是快速起来的流量红利平台 不过 我觉得在台湾 使用者年纪族群还是偏低 所以没有很强大的购买力 我觉得Snapchat在美国也是一样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偏低 还不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OK 所以要去关注这个平台的使用人群 跟你的受众 到底是否一样的 那你现在已经知道 跟网红合作有什么好处 你也知道 应该在哪些平台上面跟他们合作 那下一个话题呢 就是 到底要付多少钱 他们怎么计费的 好 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秘密 靠近一点 你有自己zooming 好 就是不一定啦 你说整效欸 没有错 就是 很多人觉得网红呢 计较方法很简单 你只要看他 比如说有多少的followers 然后你成像多少 就知道他应该收多少了 但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算 这样算的话 就有一点点搞错了 那我刚才所说的一开始 内容的重要性 跟内容的稀缺性的本质 好 比如说今天如果你只是做一个衣服的穿搭的网红 所以他只要拍一张照 咔嚓就结束了 跟一个你需要让他去拆箱试用 然后跑到外景的地方才能够试用好的东西 比如说是摄影器材 他可能要去到这个摄影棚里面才能用得到的东西 然后你需要他在那里面拍一个素材 那这两个的内容的创作的价值本身就不一定了 对不对 所以创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定价的事情 所以网红的盘盘里面 不会只存在就是单纯的曝光 而如果你只专注在曝光的话 那你也会非常难 因为大的网红 因为有很大的曝光的呢 这个是非常的稀少的资源 因为不是有那么多人有这么大的曝光的 所以如果你单纯用曝光的看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再举一个例好了 在美国呢 如果你要跟一个差不多有5万followers的IG的网红合作的话 大概可能差不多在1000美金左右 但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内容的不同 所以还是有它的range 跟它的受众不同 它还是有不同的range 那如果跟一个有100万followers的人合作呢 可能那费用就瞬间就要跳到5万美金了 OK 所以刚才是5万followers 1000美金 它的followers的人数呢 涨了20倍 可是价钱却瞬间跳了50倍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大品牌特别喜欢跟大网红合作 就是这种百万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管理比较简单 而且效果比较快 就是偶一做就是这么大的触及 所以对他们来讲 大品牌喜欢跟资源合作 而大品牌因为已经有既有的知名度跟信赖度 它只需要曝光跟一个好的素材 可能就能促成交易 所以大品牌有很多的钱 去跟这些大的网红合作 也导致这些网红的随便开价随便答应 所以他们的身价呢就非常不一样 因为稀缺性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新创的品牌 我会建议你跟这个1000美金左右 5万或者5万以内的网红 开始展开你的合作 而另外一个还很重要的好处呢 就是大的网红呢 虽然它触及广 可是它的影响力道却没有那么强 举例来说 今天我们这个好伙伴Leo 对不对 他在这个影片制作的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摄影器材的厂商的话 与其早的蔡阿嘎 虽然他有超级多的粉丝 然后我这东西给他去看 他可能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看得到的内容里面 可能从国中生国小生一直到 爷爷奶奶都有 可是他们却不一定都是摄影器材的爱好者 可是我今天找Leo的话 那不一样 因为Leo的粉丝呢 可能就都是摄影器材的爱好者 然后加上一些正媒这样子 他说他的粉丝里面很多正媒 但我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是正媒的话 赶快来订阅我的频道 所以不是大的这个网红 就一定会比小的网红得到更好的效果 还是要看你的产品 到底想要影响谁 是吧 好那继续往下 好了当你获得超级棒的网红素材的时候 如果你就结束了这一切 那你可能你的投资就拿不回来 你花的钱 你花的时间就拿不回来了 因为IG上面的内容是一旦过了 就再也找不到了 你在Google上面搜索 找不到这个内容的啊 然后story上面的东西消失的更快 所以如果你没有用广告去延续这些素材的寿命 跟影响力的话 那就是超级可惜 所以在这里我要教你怎么样延续他的寿命 把你的钱能够赚回来 第一个步骤 就是你要先找到对的网红 OK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做摄影器材的话 欢迎请找 李欧 喀辛 利欧好不好 利欧那个 20% 抽成打到我的账户啊 好 那如果今天你要找这个 这个行销的软体介绍的话 那你就要找我啊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呢 在找到正确的网红之下 你要把一个可以追踪的连结给你的网红 这个东西非常的关键 在Google里面呢 是可以追踪到 如果你有加UTM的Tag 在你的连结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在Google里面看到 哦 接下来到底是 谁有带来贡献 谁没带来贡献 好 那如果你不会用UTM Track的Tag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我们国产特制超级世界无敌 厉害 Lihi.io 托你那个百分之 20 往下 好不好 所以Lihi.io 它是一个可以追踪的这个 这个短网纸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样的工具 就可以追踪 到底你哪些网红有贡献 哪些网红没贡献 所以第三个呢 就是让他们使用IG story的 swipe up 功能 因为这个是在IG里面 唯一能够把消费者带离 就是这一篇贴文的一个功能 Swipe up 然后就点了 对不对 那当你使用的可追踪的连结 你就很快的可以知道 到底哪些网红能够带来有效的点击 哪些是 虽然放了内容 可是根本没有人要鸟它 对不对 所以第四个步骤当然就是 赶快去分析 就是你十个里面 可能十个网红的配合这一波 到底有哪一些网红是真正带来的流量 甚至可能带来一开始就带来的转换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能力的内容的话 第五个你就敢把它选出来 然后接着做成Facebook的广告 还有IG的广告进行投放 那在这里再给大家一个小秘诀 就是你要跟你的网红先讲好 就是你会用他的素材做广告 接着第二个 你可以取得他的粉丝专业的广告组权限 那取得权限之后呢 你就能够把它过往 有跟他互动过的受众 全部拉出来做成一包 广告投放的受众 接着你可以再用相似受众 把这一包变成更大一包 然后接着你可以再放入你自己的品牌的受众 然后品牌的相似受众等等 所以在每一个网红的广告活动底下 你就会有不同的assets 里面的不同assets呢 就是这个不同的我刚刚讲的 这个受众的针对嘛 那接着在广告的层级呢 你还可以用你自己的粉丝专业 做这个一模一样的内容的广告 也可以用你这个网红的粉丝专业 做一模一样广告的内容 然后去看到底哪一边 投放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你就有非常多可以尝试 跟拉大广告营收的机会 OK 所以这就是如何利用素材 从原本一次就以为就结束的东西 变成好的广告内容 创造非常大的投资回报 我们最后做一次快速的总结 跟网红合作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获得非常符合这个平台的原生内容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团队未必能够做出非常适合IG受众的内容 可是因为这个网红已经用IG用了比你多很多年 所以他做出来的内容更符合他的受众想要听的东西 同时格式跟这个节奏也都更符合这个平台 第二个你可以让你的广告的团队 跟这个行销团队喘口气好吗 他们没有办法一天到晚都在那边生素材 是让他死要活的好不好 所以透过网红呢就能够有效的声称很多的素材 第三个 只要好好的运用广告 你就可以让原本稍重即适的网红素材 生命获得延长 而营收获得无限的扩张啊 好啦就讲到这里啦 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然后我会有更多的网络行销内容可以跟你分享 如果你的品牌想要在美国做行销的话 欢迎跟我聊聊 好如果你是工厂 我现在最爱的就是协助工厂做一个他们可以补强的品牌 如果你是工厂 你觉得做品牌是你考虑过想过 但不知道怎么做的一件事情的话 这个特别欢迎跟我聊聊 我会亲自的跟你谈 你们工厂目前遇到的状况 以及还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可以让你的工厂经营的越来越棒 OK 就先到这样子啦 下一次再见 拜拜 来声称很多的素材 那第三个呢 是什么我忘记了 好 第三个呢 就是有效的利用广告 就能够让原本肖众集市的素材 啊 肖众集市的素材 欸对啊 我讲对啊 好 我不想要重录了 啊 好